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雷雅 欢迎来到我的量子梦境专题之一 暴雨 Quantic Dream 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 属于一个法国的游戏工作室 他们至今只出过五部游戏 但却永远改变了互动叙事的概念 现在大家最熟悉的他家游戏 可能就是底特律变人了 但真正让他们从小工作室 变成世界级叙事高手的 还得是12年前的这场暴雨 暴雨于2010年在索尼PS3上发射 可以说是第一部成熟的互动电影冒险游戏 树立了这类游戏的设计思路 没有他的出现 可能就不会有后来行尸走肉 奇异人生 黑相机等等同类作品的成功 暴雨并不是第一个探讨精神障碍 和犯罪心理学的游戏 之所以能够经验业界 还是因为他的叙事手法在创意和技术进步的加持下 远远超过了同时代其他的作品 他们电影集的试听语言跟细致的QTE 快速操作融合到了一起 让玩家对精力的情节产生异乎寻常和代入感 同时玩家在游戏里面的行为 也会让故事的过程和结局出现大量不同的可能性 亮子梦境所有作品的制作总监和编剧 都是同一个人David Cage 作为工作室的创始人 他一直在探索互动叙事的边界 早在PS2时代的末期 就做了一款叫华氏的互动冒险游戏 主题也跟连环杀人案有关 由于技术水平和成本的限制 华氏没有达到他理想中的叙事效果 但是已经获得了好几个奖项 引起了业界的注意 他分析了华氏的优缺点过后 就开始设计鲍鱼的剧本和玩法了 鲍鱼的背景被设置在了一个虚构的现代都市 灵感源自美国费城 在David的口中 它是一部成人像的黑色惊悚电影 如此是你愿意付出多少去拯救你爱的人 David一开始给暴雨项目找的投资方式微软 但是微软一听到游戏涉及到绑架和谋杀儿童 为了避免争议就拒绝了他 幸运的是 索尼的高层是并不介意这样的主题的 索尼很快就跟量子梦境建立了合作关系 为暴雨砸下了4000万欧元的预算 用了这样的手笔 制作组才能大量使用当年最顶尖的面部技术 让游戏尽量接近David Cage理想中的心态 暴雨的镜头语言和场景氛围在当年都是出类拔萃的 主要演员的表演极其生动 剧本更是庞大 达到了2000页 超过一般电影的10倍 这情节错综复杂 中途变数很多 结局则是4个主角17种不同命运的排列组合 玩家需要不停地在场景之间往复跳跃 在主角之间来回切换 而扮演每一个主角的感受都同样真实 玩家除了探索场景以外 也可以一键调出主角当前的内心活动来听 他们会在同一时间出现很多想法 其中有些还是自相矛盾的 会影响到玩家对一件事的看法 从而也影响玩家做出的选择 这已经不光是游戏 而是一场把方向盘交到玩家手里的戏剧 这道故事可能因为自己的选择和失误 出现完全不同的展开 玩家感受到的悬念自然就被无限放大了 这是传统叙事永远达不到的效果 我们都知道传统叙事是线性的 比如说书籍和电影 故事都只能按照编写好的唯一方向发展 但是电子游戏是有交互性的 所以叙事就有新的可能 我们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剧情 而是可以主动去参与 暴雨叙事的亮点之一是多视角 要交替控制四个不同的主人公 以不同的视角和路线去接近同一个真相 而因为玩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主角的行为 这又让视角的交汇变得特别有趣 比如说我在A视角做的一件小事 可能就会影响到未来C视角的剧情进展 又比如说结尾部分的反转 如果你跳出游戏就用上帝视角 把暴雨的剧情当作一个悬疑小说来看 就会觉得凶手的设置其实不算新鲜 甚至有些细节上没写到位的漏洞 但在游戏里面 这个反转却可以大大的震撼玩家 因为制作组就是利用互动叙事下 玩家主动参与的特性 做了一个很巧妙的设计 当然如果要聊这个设计 势必就要设计剧透 但悬疑故事还没讲一句剧透的话就没意思了 所以我还是回到游戏的开头 先带大家经历一遍暴雨这个黑暗的故事 再继续分析 游戏的原流程里面 一共有将近60次的角色切换 要上顺序讲的话就碎得没法理解了 所以我会用自己的语言逻辑 整合每个主角的路线 尽量让情节呈现的流畅一点 在刚进游戏的序章 伴着沉静的音乐声和灿烂的阳光 故事的第一位主角从床上醒来 在玩家的操作下习俗 然后开始准备大儿子的10岁生日聚会 他的名字叫Eason 是个成功的建筑设计师 自从结婚以来 就一直跟妻子和两个儿子 住在这栋漂亮的房子里 经历着平淡而温馨的日常 直到一场不幸的事故到来 就在大儿子生日的隔天 他们一家四口出门购物 没想到商场里人实在太多 Eason一个不留神就跟儿子走散了 他非常着急 在拥挤的人群里到处呼喊 最后终于在商场的门口 看到了马路对面的儿子 儿子刚才找不到大人心里也慌 看到爸爸出现 撒腿就跑了过来 根本没有注意开过来的汽车 Eason冲上去飞身旧子 但为时已晚 孩子当场死亡 他自己则脑震荡昏了过去 妻子在路人的围观中嚎啕大哭 小儿子上眼见这一幕 更是惊得脸色苍白 而鲍鱼的故事 从这里才正式开始 画面一转 时间已经来到了两年半之后的秋天 每年这个时候 城市都会迎来阴霾的雨季 而这正是折纸杀人魔的出没时期 从两年前的雨季开始 杀人魔已经陆续杀害了 七个十岁左右的男孩 在他们尸体上放上揽花和折纸 最近一个受害者的尸体 前几天刚被发现 高得全程人心惶惶 但比起担忧折纸杀手 Eason更担忧的是 自己和小儿子上的关系 自从车祸发生以来 他便因为严重的心理创伤 变得鸡腿肺有抑郁 需要定期接受心理治疗 他每天都被自责的痛苦折磨 无法面对妻子 两人最终离婚了 儿子的监护权则被法院一分为二 给他们两个交替抚养 父母分手 再加上哥哥去世 让从前活泼的小Sean 也成了个内向的孩子 跟Eason产生了隔阂 一句话都不愿意多讲 但话虽如此 Sean还是明显挨着爸爸的 只是因为伤心难过 才对大人产生了埋怨的心理 一天Eason接儿子放学回家 收到了一封寄贱人不明的信 字体像是老师打字基塔出来的 写着几段诡异的诗句 这段诗其实描述的是 德国民间传说哈米尔的垂敌人 将是个有魔力的垂敌人 为了报复亏欠他的证明 就永远拐走了全镇的小孩 Eason看到这信的时候并没多想 觉得可能是记错的恶作剧之类 但在当天晚上 他就出现了奇怪的短期失忆症状 前一分钟还在家里 后一分钟回过时来 人已经莫名其妙站在大街上 手里还拿着一个折纸小狗 让他顿时不寒而栗 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了心头 第二天 Eason立刻向心理医生 吐露了自己的症状 询问患上人格分裂的可能性 Eason说可能性不大 脑损伤导致精神分裂的病例是有 但数量很少 这样Eason稍稍狂慰了一些 但他不知道的是 折纸杀人魔的第八个受害者尸体 今天早上已经出现了 跟不明就里的Eason不一样 在城市另外的角落 不同的人们正因为 折纸杀人魔的案件忙得团团转 其中就有这个故事的另外两位主人公 一个是高高胖胖的中年大叔 名字叫Scott 作为一个四家侦探 他看起来好像不太适合干这行 体态偏胖不索 还会偶发哮喘 但人不可貌笑 大叔年轻时参国军 最后有当过多年警察 特别能打 经常坚毅用味 他的个性非常讨喜 既有强悍冷静的一面 又有温柔慈爱的一面 同时他的造型也很有味道 从衣着到房间内饰 都偷着过30年代 侦探小说的复古旗帜 最近有受害人的家属委托他 去调查折纸杀人魔的真实身份 于是他便开始探访 其他的被害者家人 看有没有什么 警方遗漏的线索 但大部分被杀的孩子 都出身贫苦 生活支离破碎 能找到的家人不多 使得调查进展缓慢 不过在Scott大叔 私下调查的同时 执法部门也没有闲着 因为该案迟迟微迫影响恶劣 惊动了美国联邦政府 于是当第八个受害者出现 FBI立即派了个高级探员过来 协助本地警察破案 他就是我们的第三位主人公 诺曼 年轻帅气 擅长犯罪心理测试 本地警察当然是不欢迎 他这个外人的 各种营养怪奇加排挤 让诺曼相当不舒服 同时诺曼自己的身上 也有着不为人知的阴影 他使用的查案工具 是FBI秘密测试的ARI系统 由一副眼镜跟抑制操作手套组成 既可以实时分析现场细节 也可以制造虚拟现实 从优势性的角度来说 用这个东西查案真的很爽 效果就像是地平线里面的 全系眼镜 跟巫师里面联播人感官的结合 让诺曼成了 玩起来最有意思的一个主角 但从剧情的角度来说 ARI系统就很坑爹了 会对部分使用者造成脑损伤 诺曼很不幸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我们在故事后期过度使用 甚至可能导致他当场死亡 FBI发了一种蓝色药物给诺曼 可以暂时抑制ARI系统的伤害 但这个药本身副作用也大 可多了还会上瘾 于是诺曼每天都在跟自己的药引对抗 常常处在崩溃的边缘 这样的设定 也赋予了这个精英角色 一层脆弱阴暗的气质 诺曼刚抵达室内 就去城市现场逛了一圈 马上靠ARI系统发现了一些小线索 虽然折纸杀手把自己的踪迹 隐藏得很完美 但结合以往受害者的数据 Norman已经能分析出凶手的 基本人格特征和杀人手法 他立即返回警局整理案情 没料的傍晚时分 又有一个十岁的男孩失踪了 男孩的家长跑到警局来报案 他不是别人 正是第一男主角Eason 原来在几个小时前 Eason带放学后的儿子去公园 父子俩玩得很是开心 终于找回了一些过去亲密的感觉 但就在上去做旋转木马的时候 Eason一阵投影 又出现了幻觉和短暂的失忆 等他回过神来 已经是在离公园很远的街上 天色都黑了 Song也不见踪影 而他手里又握着不知道哪来的折纸 Eason不禁惊慌失措 当年在商场弄丢儿子的恐惧 立刻涌了上来 他大喊着Song的名字往公园狂奔 但一路都没有孩子的身影 公园也早已空无一人 只剩下Song的书包丢在地上 无奈和绝望之下 Eason只能求助于警方 同时隐瞒了自己失忆 和拿着折纸的可疑情况 该来的前妻哭着对Eason疯狂埋怨 让他再一次陷入了自责的深渊 而警他们听到案情后 虽然嘴上不跟Eason明说 但已经默认把这事 当做折纸杀人案处理了 根据罗马的分析 折纸杀手的受害者 从失踪到被杀的间隔时间 在三到五天不等 看似随即 但把事件测出的死亡时间 跟天气记录一对比 就会发现一个不变的指标 降雨量 每个受害者死的时候 降雨量都达到了150毫米左右 由于凶手旨在雨季作案 且受害者的死因均为溺水 所以可以大胆推测 他的杀人手法 是把孩子关在血水池一类的地方 利用暴雨带来的水位升高 让他们被雨水活活淹死 换句话说 雨下的越大 孩子剩下的时间就越少 也难怪游戏会在每次视角切换的时候 提示玩家目前的降雨量 全警局顿时进入了紧张的加班状态 开始排查嫌疑人 而第九个受害者被绑架的重磅消息 也迅速传了数据 听完消息的侦探大叔Scott 加快了自己的调查 他连夜找到了另一个受害者的父亲 是个英语不太灵光的便利店主 店主的儿子都死了两年了 本来不想再谈伤心事 要赶走大叔 但好巧不巧装上人持枪抢劫 靠大叔的英勇才致富了劫匪 出于对大叔的感谢 店主敞开心扉 拿出了一个鞋盒 他说儿子出事那段时间 自己收到过一封奇怪的信 里面有张储物柜存票 放的就是这个鞋盒 店主弄不懂盒子里一堆道具的含义 但他确信一定是凶手想传达某种讯息 大叔接过盒子打开一看 里面果然有褶子动物 顿时若有所思 第二天早上 他要赶往最近的第八位被害人家中 居然撞上被害人母亲正在自杀 赶快把人给救了下来 还顺便帮他哇哇大哭的女儿 换了尿布喂了奶 可怜的女人说 上周他儿子失踪过后 丈夫也跟着不见了 现在儿子死了 丈夫人间蒸发 他独自面对强暴中的女儿 无助之下才有了亲生的念头 大人和小孩同时失踪 这倒是个案情的新细节 大叔连望追问下去 得知他丈夫失踪之前 在家里留下了一个没见过的手机 等大叔开机过后 发现里面没有任何内容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把手机带走进一步检查了 与此同时在Eason家中 一大群记者已经围在了门口 等着采访这位焦急的父亲 经过一夜不灭 Eason的思绪更乱了 他深深怀疑自己就是遮止杀人魔 毕竟医生都说了 创伤是可能导致精神分裂的 但Eason也怎么都不愿相信 自己会在没有记忆的情况下 去伤害最爱的儿子 更何况自己这辈子根本没折过纸 怎么可能做出折折动物呢 Eason想起前天收到的那封诡异信件 再次打开来检查 发现信封里居然夹了一张小纸片 是火车站储物柜的存票 他离开往后门避开记者偷偷溜走 去火车站找到对应的柜子 取出了一个鞋盒 Eason根本不敢想象盒子里是什么 也不敢回到记者包围的家 最后只能去一个廉价汽车旅馆开的间房 然后盯着盒子胡思乱想 但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半小时过去 Eason鼓起勇气打开盒盖 看到并没有什么血淋淋的小孩手指之类 不禁松了一口气 盒子里装了五个不同的折纸动物 上面写着1到5的编号 还有一把手枪 一部手机和适配的存储卡 这些东西也确实符合了 侦探大叔那边查到的线索 Eason把存储卡插进手机一看 刚刚才松的那口气又提了起来 因为卡里的录像正是被关在水里的儿子 小时候一半的身体已经被淹没 不停地喊着爸爸救我 让Eason心如刀角 之后手机屏幕出现了一行字 为了拯救所爱的人 你能做到什么程度 Eason就此心切 立刻拆开编号为一的雄者纸 里面有个地址 还有一张存车的票据 他马上出门 从地址所在的修车店里 取出了一辆汽车 车里有台改装过的GPS语音导航 指引Eason开到了高速公路的入口 然后告诉他 想救儿子的话 必须现在冲上高速公路逆行 五分钟内到达目的地 果然 鞋盒里的五个折子动物 正象征着五场凶手 为Eason准备的恐怖失恋 而这第一场的内容 就代表了熊的野蛮怒火 Eason心里超级挣扎 他不知道这到底是 另一个人格在考验自己 还是神秘的凶手在玩弄自己 用这个车速着暴雨里逆行 随时会被撞死 而如果自己死了 还有谁能救得了儿子呢 但如果不这样做 他就更没有救出儿子的希望 而他已经无法再承受亲手 失去另一个儿子了 想到上炮在学里命不久矣 Eason的父爱最终颤身了理智 一咬牙迎头冲上了公路 他不停躲闪一面而来的汽车 过程险向还胜 还引来了警察的追逐 最后目的地是准点到了 但自己也被撞得翻出了公路 闲些命断当场 他惊惚未定地爬出车外 凶手也一约给出线索 向Eason揭示了一个地址里面的部分字母 也就是说Eason只有通过全部的试炼 才能取得儿子所在地的完整地址 他拖着一身伤回到了旅馆 准备继续下一个试炼 但上楼过后 疼得实在一步也走不动了 只能靠在走廊上大口穿起 这是有个旅馆里的房客路过 看到Eason的惨状 便关心起了他的伤势 这个神秘的短发女青年 其实就是故事的最后一位主角Madison 因为Eason坚决不去医院 Madison便扶他回房 简单给他包了一下 为他吃了止痛药 还在Eason冲凉时站在门外一直交谈 确保他没有昏倒 Eason在感激之余也觉得奇怪 自己这么可以 这姑娘都不害怕 他到底会是什么人呢 面对Eason的提问 Madison说自己是时尚杂志摄影师 有严重的失眠症 只在汽车旅馆能够顺利睡着 所以偶尔会过来补个觉 这个背景怎么听都太理气 但Eason哪还有心思考虑这些 他简单卸过了Madison的帮助 道别之后 就立刻打开编号为2的蝴蝶折子 寻找上面的地址来到了一座非旧发电厂 凶手在墙上画了指引 把Eason引进了一条满是岔路的管道 人一进去入口就会自动关闭 让Eason无路可退 只能前进 这个试炼象征着蝴蝶的脆弱 管道里铺满了玻璃碎片 Eason必须忍着剧痛尽可能慢的爬行 才能把割伤控制在最小程度 并靠凶手留给他的一盒火柴辨别风向 找到出口 如果方向搞错了 Eason会发现一具伤痕累累的尸体 是个跟他年纪差不多的男人 孤独的死在了管道深处 此刻他才意识到 参加过凶手失恋的人 也许不止自己一个 而玩家此刻也会意识到 这个可怜的父亲 很可能就是那位自杀母亲失踪的丈夫 这也太虐心了 爬出管道之后 Eason身上已经破破烂烂 满是闲事 但折磨到此还没有结束 他必须找准空隙 穿过遍布高压垫的房间 才能拿到凶手放的线索 Eason稍作观察后 就奋不孤身走了进去 一差点被垫死的代价 取得了下一张存储卡 现在Eason手上的地址更清晰了一点 然而儿子剩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他必须尽快前往下一个试炼 然而人体中有极限 Eason一回房间就倒地昏迷 幸好Madison过来查房 看到他这么重的伤都惊了 各种涂药包扎照顾 才让Eason有所好转 只有还在Eason身旁 一刻不离的陪伴 半夜醒来过后 Eason对Madison的行为更加疑惑了 世上哪会有这么好心的天使啊 但转念一想 他自己也是身负秘密的人 就没再过分纠结下去 打发总Madison之后 他马上打开三号折纸庇护 操里面的地址奔赴而去 在过去Eason苦难的这一天里 警方的工作却毫无精湛 他们在凶手可能居住的区域里 锁定了两个嫌疑人 但实施抓捕过后 发现他们既没有动机 也都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时 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Eason前妻旧子新切 来了个大意灭庆 说他几个月前就发现Eason行为异常 偶尔会夜间出门 然后失忆 不记得自己做过些什么 这些话立刻扭转了警方的调查方向 他们去拜访了Eason的心理医生 医生本想遵守医患保密协定 但耐不住地方警探的暴力逼供 交代了Eason失忆后 手拿折纸这个重要的信息 而在警方看来 这就基本实锤Eason是折纸杀人魔了 我一不相信这个结论的是Norman 因为Eason的个性和生活习惯 完全不符合他对凶手的测血分析 但地方警局现在最需要的是赶快结案 谁还去管他一个外来探员的狗屁理论 警方立刻展开了对Eason的搜寻 天亮过后 终于发现了Eason出现的街道 此时Eason走进了一座火灾气质的旧公寓 而那正是第三个试炼的所在地 壁虎这种动物拥有断尾求生的本能 所以这个实验的内容也很直接 Eason必须在凶手准备的摄像头面前 砍掉一截自己的手指实现15分钟 公寓里到处都是凶手准备好的武器 到了这一步 Eason纯粹就是跟原始的恐惧作斗争了 他深吸了一大口气 一把剁了下去 然后痛苦的在地上哀嚎 他通过了试炼 摄像头也给出了声音提示 让他找到了地板里藏的新存储卡 但楼下的警察也已经准备好突袭抓人了 没人想到的是 Madison居然赶来了这里 相必是早已偷看了Eason房间的折纸 他跑进公寓找到Eason 残扶着虚弱的他 翻窗逃离了现场 全程的电视台都开始播放Eason的通缉令 事已至此 Eason也无力在隐瞒 把自己的情况一股脑向Madison说了出来 面对眼前这个很可能是精神病杀人魔的人 Madison却一呼寻常冷静 非但不恐慌 反而表现出了想帮助Eason的态度 但为了Madison的安全着想 Eason还是强硬地赶走了他 此时的他和警方都不知道 另一个重大的嫌疑人 已经出现在了侦探大叔的调查里 在哲哲杀手所有的受害者里 有一个小男孩曾经在失踪之前 被目睹到上了一辆豪华轿车 轿车的主人是地产大亨Kramer的儿子 而由于他父亲的施压 在这样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警方当时很快便释放了他 在查到这一事实过后 大叔便准备拜访富二代 来个面对面的谈话 可在他出门之前 家里突然来了一位意外的访客 居然是哲哲案第一位受害者的母亲 Gene Lauren 虽然他的工作上不了台面 但他对儿子的爱不比任何人少 大叔两天前就拜访过Lauren 还英雄救美帮他打跑了一个纠缠不放的客人 Lauren当时想不起什么有用的线索 等大叔走后 他才记起自己前夫 在案发时收到过一封信 而为了帮惨死的儿子讨个公道 他就拿着那个信封来找大叔了 并且坚持要加入大叔的调查 才肯把信分享 大叔拗不过Lauren的执着 就带着他一起去了富二代的豪宅 为什么Lauren真的是个得力的助手 多亏了他的演技 大叔才能绕过保镖 偷偷上二楼的卧室跟富二代对峙 可哪料到这富二代根本不按常理出牌 这次轻描淡写地说 对啊 我就是哲子沙尔摩 但我有个牛叉的老爸 你又能怎样呢 富二代叫保镖把Scott大叔赶了出去 而第二天清早 他爸就果然约见了Scott 想用丰厚的金钱贿赂他停止调查 大叔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跟富豪从此也结下了梁子 之后他带着Lauren继续去调查证据 埃到了城里唯一一间股东打字机店 Scott自己爱用打字机工作 所以能看出Lauren的那封信 是用老师打字机打的 他手是打字机店的老板 便想到把信拿去给老板看 老爷子一眼就判断出了 信件使用的打字机型号 更妙的是 他手上还有全部购买过该型号的顾客名单 他转身进了办公室去找名单 可时间过了许久 老板却一直没有出来 他俩进去一看 办公室居然窗门大开 老板已经被人砸死了 而且凶手还故意在离开前 拨了报警电话 警方找到这里只是分分钟的事 为了躲避不必要的麻烦 他俩只能把自己 留在店里的指纹擦掉 迅速逃离现场 走之前Lauren还长了个心眼 拿走了打字机客户的名单 既然出人命了 就证明事情真的危险了 大叔坚持让Lauren停止参加调查 但Lauren的固执超出了他的想象 说就算自己一个人 也要找出沙子抽人 看着站在雨中哭泣的Lauren 大叔终究动了侧隐之心 主动上前挽回了他 两人之间也产生了微妙的感情 回家过后 让一件大叔有在调查折纸杂志 便想到了一个妙招 这本杂志的订阅者名单很长 但如果跟刚才拿到的 打字机客户交叉对比 一旦出现重合 就很可能跟杀人魔有关了 结果不出他所料 这两份名单上 公安出现了同一个名字 John Shepard 可接下来的发展就蹊跷了 村里唯一一个能查到叫这名字的人 居然是个已经死了三十多年的小男孩 到底是谁在冒用男孩的名字呢 大叔跟Lauren去了一趟男孩埋葬的墓园 发现他的墓碑上竟放着兰花和褶纸 看来凶手不但用了John的名字 还在一直悼念他 然而随即问年迈的墓园管理人 知不知道这个叫John的孩子 管理员叹了口气 说当年这事实在太惨 我想忘都忘不了 半着管理员的描述 一段栩栩如生的惨剧也展现在了玩家眼前 三十多年前 这附近有一家住在拖车里的穷人 丈夫酗酒家暴 妻子逆来顺受 两人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而John正是其中的哥哥 1977年的那个雨季 年仅十岁的两兄弟在下雨停工的工地里玩耍 结果John一不小心掉进排水管道 一只手卡在那里面 因为暴雨的缘故 管道的水流非常湍急 冲得John失去了体力 眼看就要溺水 而弟弟也只能哭着叫哥哥撑住 等他找大人来救 可惜最后救援始终没来 而John就这样卡在那里淹死了 听完管理员的描述后 案情豁然开朗 John的年龄和死法 跟折执案的受害者们一模一样 所以目睹了John死法的双胞胎弟弟 很可能就是神秘的折执杀人墨 问题是现在已经没人知道这孩子是谁 因为在事件结束后不久 他就被正常个家庭收养 圣也肯定改过了 大叔准备离开墓园 没料望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地产大行Cramer居然带着保镖们 来给John的坟墓献花 莫非他也跟John的弟弟有关吗 这坚定了二人的调查方向 但消息灵通的大富豪 当然也不会放着他们两个麻烦不管 隔天富豪就带人去了大叔家偷袭 把他和Laren一起打运 绑在车里沉入了湖水 大叔在千军一发誓醒来 集中甚至用点烟器烧断绳子 救出Laren油上水面 挪回因此彻底被点燃 他把Laren送回了家 自己则单枪匹马冲进了Cramer的别墅 杀了所有保镖 也逼问富豪说出了一直隐藏的真相 他的富二代儿子 并不是真正的折纸杀人魔 但富二代先前自认折纸杀人魔 也不是完全在骗人 此话怎讲呢 于那一年前 富二代对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感到无聊 为了找寻更大的刺激 便模仿新闻上的折纸案件 邦架并淹死了一个小男孩 再把折纸和兰花扔在他尸体上 发现儿子的罪行后 Cramer立刻对警方施压 于是警察没有深入调查 就把案件算在了折纸杀人魔的头上 现在为了确保这段家仇永远不被发现 富豪贿赂大叔不成 就只能出杀人灭口的下策了 大叔听得既愤怒又鄙夷 但同时也觉得奇怪 你既然跟折纸杀手无关 那干嘛给三十多年前死掉的这样献花呢 富豪也听得一脸梦 说那孩子当年可是在我楼盘的工地上淹死的 我故意不去给他扫墨扫了三十多年了 有什么问题吗 这一下子调查又陷入了私局 大叔没有办法 也只能转身离去 至于走之前要不要救心脏病发的富豪一命 就是游戏留给我们的选择了 与此同时 另一个私自调查的人 也逐渐触碰到了三十多年前的真相 麦德森在被伊藤赶走过后 便开始自行调查壁虎试炼的旧公寓 打了几通电话过后 他就查到了公寓的业主 是一个靠卖违禁药赚钱的医生 又是这么专业的情报员 看得麦德森果然不是普通人 他装成影君子去医生家里刺探 没料差点被变态医生绑进地下室杀掉 从这里开始往后 麦德森的游戏路线就可以被称作一百种死罚了 只要一个不小心 我们的女主角随时都会以各种方式香香郁郁 好不容易成功反杀后 他在医生家里翻箱倒柜 发现了一家夜店狼狐的名片 后面写着负责人的名字 麦德森立刻带枪去了趟狼狐 靠美人计勾引并拷问负责人 才得知他替一个叫John Shepard的人 出面租下了医生的房子 这个John只付现金 钱多是少 所以负责人也乐意帮他办事 此事的麦德森当然不知道 这个是杀手用的假命 但是对他来说 只要有了个名字就好查了 他前脚刚离开夜店 探员Norman也通过追查到达了这里 白天他分析了孩子失踪是公园附近的监控 发现凶手用的车是一辆脏物 来自一个前科累累的头车饭 偷车饭现在是废车处理厂的老板 面对了Norman的提问 他装傻充了 但Norman一启动AI 就看见了吻合记录的车胎痕迹 以及车库里面的大量血迹 原来这老板不但偷车 而且为了自保连警察都敢杀 之前一个来问过他话的警察 已经被他扔进了硫酸车回尸灭迹 Norman被迫跟老板打了一架 才撬开了他的嘴 凶手的确长期在这里用现金买黑车 但老板根本不在乎他拿车去干嘛 所以也从没问过他姓是名谁 则是每次都会按凶手的吩咐 把备好的车送去蓝湖夜店 Norman来不及逮捕老板 AI的副作用突然出现 让他一阵晕眩 瘫倒在地 撑上案板上的肉 老板把他连人带车 吊上个汽车压碎机 还好他及时醒来逃出车外 跟老板生死搏斗 才反杀了这个凶狠的恶徒 他随即立刻赶往蓝湖夜店 跟Madison擦肩而过 走进夜店办公室 没料负责人此时已经被人抱头 连血都还没干 谁料在Madison离开 和Norman抵达的这段时间里 凶手已经完成了杀人灭口的操作 但凶手也是人 这点时间根本来不及逃走 就只能藏在屋里 趁Norman不被跟他扭打了起来 这个使命人打得Norman难以还手 只能眼看着还逃走 不过Norman也撕破了他的裤带 掉出了两张纸片 成为了案件最关键的证据之一 虽然凶手全程蒙面 但他的体型跟Eason差异巨大 也让Lorman进一步确认了Eason的无辜 而此时的Eason 已经前往了第四个折纸 试炼鲨鱼 其内容简单粗暴 就是让Eason拿上枪去杀死 一个指定的人 象征着鲨鱼的致命 这对Eason来说比断指更加可怕 他能为老儿子伤害自己 但要杀死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 他真的做不到 Eason却到指示了地址 一防混乱制住了对方 可听到对方也是两个女儿的父亲 我的Eason最终选择了放下枪子 飞奔离开 想到自己很可能因为一时心软 来不及救儿子 Eason不禁悲从中来 在旅馆里哭了起来 此时Madison回来了 看到此景经不住安慰起了他 告诉Eason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自己知道他一定是无辜的 然而最终闻在了一起 一番亲热过后 Madison睡着了 Eason则在无意中发现了 他甲克里的记事本 密密麻麻写满了调查记录 而他的手机里 也都是偷拍Eason的录像 这时Eason才意识到 Madison根本是在有意接近自己 女主角的真实身份也在此刻揭开 原来她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调查记者 根据后来DLC的剧情补充 Madison早在两年前就开始追查 折纸杀人魔 想把扣人心弦的真相写书出版 至于她的失眠症 则源自从前在伊拉克当 战地记者的精神创伤 Eason无比的愤怒 他没想到逆境中唯一的心灵依靠 居然只是个利用自己的骗子 而Madison也同样难过 他坦言自己一开始接近Eason 确实是为了查案 但现在真的爱上了Eason 不告诉他真相 只是因为怕他生自己的气 事实上Madison对Eason的照顾和帮助 的确不是假的 要是没有他 Eason又哪里坚持得到今天这一步 是否原谅Madison是游戏给玩家的选择 关系到两人后来的感情 但不管原不原谅 警方此时都找到旅馆来了 Eason也没时间再纠结了 想在这里逃走非常困难 Eason身负重伤 一个失误就会被警察抓获 见Eason被警察带走 Madison在心急之下 只能加快寻找真凶的下落 他迅速查到了 John Shepard这个名字的来历 以及背后的故事 虽然有以儿童领养系统的保密性 他无法查证 John双胞胎弟弟的下落 但可以查到他亲生母亲的去向 老太太患有老年痴呆 过去十年来都在政府养老院生活 甚至时而清醒 时而迷糊 Madison反复耐心的询问 一道还说出了年轻时爱在家里种兰花 以及喜欢教儿子们褶褶的事实 结果Madison利用兰花的气味 终于勾起了老太太片刻的回忆 问出了他小儿子的真名 以及领养他小儿子那家人的姓 此刻真相已经近在咫尺 另外几位主角的调查 也都来到了关键点 大家的道路即将交汇 Eason被带回警局过后 完全不配合警方的问话 只是重复地告诉他们 现在没人能找到凶手 儿子只有自己能救 并恳求警方放了自己 而坚信Eason无罪的诺曼 最终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趁人不备是关闭了监控 真的放走了Eason 逃出警局后 Eason就禁止奔赴老鼠折纸上的 第五个试炼地点 希望能获得最后的一点线索 老鼠象征着自死的病毒和瘟疫 而这个试炼的内容 就是让Eason在自己和儿子的生命中二悬一 凶手准备了一瓶致命的毒药 只要Eason喝下 就能获得地址最后的字母 凶手在留言里告诉他 毒药的发作时间是一小时 刚好够他找到儿子 而对Eason来说 只要儿子能获救 Eason已经不在乎死亡了 他举起毒药一饮而尽 顺利获得了余下的字母 但由于第四个试炼失败 Eason的这份地址是不完整的 全程有三个不同的地方都可以吻合 而他已经没有时间 把三个地方都跑一遍了 他仔细聆听凶手从前提供的手机录像 分辨出了背景里 海鸥和轮船汽笛的声音 便决定相信自己的选择 把车开向位于港口的那个地址 此时警局因为Eason逃跑 已经乱成了一锅咒 大家都在寻找Eason的下落 只有诺尔曼躲在办公室 在AI数据库里 不停思考新的线索 无视同事对自己的不满 系统让他头痛欲裂 但想到孩子的时间可能只剩两三个小时 责任感就使他不愿停下 昨晚凶手掉的两张纸片 是加油站的小票 并且两张都来自同一个加油站 证明凶手有可能住在那个区域 诺曼受到凶手攻击时 自己的眼镜掉在一旁 录下了博斗影像 他掉出来逐针分析 发现凶手戴的金表非常眼熟 顿时想起自己前天刚来报到的时候 警队秘书的桌上就放着同样的金表 还问他要不要添个份子钱 资金警局有个持续了20年的传统 一旦有人升上副警长 大家就会凑钱买这款表给他 这等于说局里每个副警长以上的人 都有这块金表 凶手很可能就是一名警察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可以轻易 获得那些十岁孩子的信任 光天化日之下带走他们 诺曼震惊万分 首先想好的嫌疑人 就是天天跟自己过不去的本地同事Blake 但光平猜想当然不能定罪 他冷静下来 把所有警队内部登记过的住址 跟那家家伙站所在的区域交叉对比 终于得出了一个唯一的地址 而地址的主人的确不是Blake 那个地址住的人 并不是警察局的现役成员 而且他的名下还拥有一间港口仓库 用来藏匿孩子再容易不过 诺曼穿上外套夺门而出 那个无数人追寻已久的答案 终于要在这里揭晓了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77年的那个下午 这样的命危在旦夕 而弟弟能在父亲唯一找到的大人 就是他俩那个酗酒的垃圾父亲 可不管他怎么朝父亲大喊 哥哥快死了 难罪的父亲也只是甩开他的手 叫他滚一边去别烦人 弟弟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最后只能哭着回到John身旁 一边道歉 一边亲眼看着哥哥死在水里 在失去生命之前 这样最后留下的遗言是 Scott不要忘记我 伴着永不磨灭的回忆画面 一滴泪从侦探大叔的眼角留下 是啊 冷静的头脑 高大的身躯 强悍的战斗力 以及曾经的惊叹身份 Scott大叔所谓的追查对象 其实一直都是他自己 调查凶案不过是个皇子 他真正的目的 这是回收自己 留在受害者那的证据 而打字接电老板的死 一下趁老人不备的时候 溜进办公室利用终身的掩盖完成的 由于编剧的惊心误导 在四个主角里面 侦探大叔是给人感觉最可靠的一个 既政治又温暖 同时查案思路也合理 得到的案件信息最多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一切都是玩家操纵他完成的 不知不觉已经带入了他的生活 而这就是暴雨的巧妙之处 因为这种信任和带入 当大叔黑暗的秘密被揭露 玩家就会真的产生被欺骗 被背叛的感觉 这样的情感冲击 确实是传统叙事很难达到的 现在这只杀手的身份揭晓了 但故事还要继续 为什么侦探大叔开始作案的年份 会跟Eason遭遇车祸的年份吻合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要等到他们两人相见过后 才会揭晓了 Scott烧掉了自己收集的所有证物 也把不明真相的老人送出了城 现在还要去仓库 给一切画上一个句号 在他出门过后 在养老院查到他真名的Madison 也很快找上了门 他翘锁进屋后 迅速搜索了一遍 在衣柜里发现了一件密室 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兰花 打字机 折纸 所有的作案道具都集中于此 而密室墙上的屏幕 正是港口用的实时监控 拍摄着孩子溺水的过程 Madison在电脑里找到了仓库的地址 但来不及逃走 就被中途折翻的侦探带个阵照 他把Madison锁进密室 然后一把火点燃了整个架 还在客厅里放个煤气罐 Madison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密室逃生 而在这个过程里 死亡当然无处不在 最后他把自己藏进冰箱 才躲过了煤气爆炸的冲击 现在Madison已经没时间通知任何人了 他禁止赶去了港口 而四位主角的道路 也终于要汇集成一条 而且都抱着孩子获救的相同目标 Ethan是第一个抵达仓库的 他耗尽全力撬开盖子 抱出生死未卜的儿子 在他绝望的快要发疯的时候 上终于睁开了眼睛 看到爸爸来救自己 欣喜地倒在了Ethan怀里 Ethan也如释重负 一边告诉儿子 你要记得爸爸是最爱你的 一边坦然地迎接死亡 可没想等毒药发作的时间到来 他却没有任何感觉 这时折磨Ethan的罪魁祸首 才终于登场 对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十岁时哥哥被父亲的忽视害死 给Scott留下了终身的阴影 埋下了扭曲的种子 之后他来到正常的幸福家庭 长大后成为了一名正直的执法者 这颗种子本该永远埋在他的心底 但两年半前 他在商场门口目睹了Ethan的车祸 Ethan的飞升旧子的形象 深深地冲击他的沉浸 扭曲的种子就此发芽 在世上真有为了儿子 可以克服万难 付出一切的父亲吗 Scott至此开始在雨季绑架孩子 把哥哥的遭遇安到他们身上 只为了找到一个 自己心目中的完美父亲 但那些受害孩子们的爸爸 不是无视他的考验 就是临阵脱逃 好不容易有个豁出去的 还死在了考验里面 于是侦探才最终转向了 那个刺激他成为 折职杀手的父亲 Ethan 发现Ethan有失忆症过后 侦探轻松地拐走了他儿子 而Ethan的表现 果然不负侦探的期许 如今Ethan就此成功 Scott最大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所谓的毒药 也不过是用来考验Ethan的谎话 现在就算Ethan当场杀死他 他也再无牵挂了 如果另外两位主角 没能出现在仓库 那么Ethan就要在这里 选择侦探的命运 但我的神探罗曼 已经查出了仓库地址 自然不可能缺席 在Ethan和侦探对峙的时候 罗曼冲出来 飞身扑倒了侦探 最后一路追逐上了屋顶 两人在垃圾传送袋上打了起来 而最后赶来的Madison 则看到仓库已被警方包围 无数的枪口对准了大门 他知道Ethan要是就这样走出来 势必会被射成马蜂窝 于是拼命挣脱了 阻止他上前的警察 冲进仓库提醒了Ethan 才没让这位伟大的父亲 迎来被乱枪打死的结局 最后在跟侦探的扭打搏斗中 罗曼耗尽全力勉强生还 侦探则跌进了垃圾处理机 焚身碎骨 这场三十多年前 一个坏父亲种下的悲剧 到此刻才完全的画上句号 在这样的玩法路线下 暴雨迎来了一般意义上最好的结局 侦子杀手的真实身份曝光 Ethan沉冤着雪 之后就带着儿子 跟Madison开始了新的一家三口生活 罗曼回FBI后作为英雄探员 接受嘉奖 这颗心脑损伤导致的幻觉 已经很难根治 至于死去的侦探大叔 他的坟前只有一个访客 并且没有怀念 只有唾弃 那正是回到城里的Lauren 正在哭着咒骂这个杀了自己儿子 还欺骗了自己爱情的男人 但不管留下了多少伤痛 遮掷杀手的阴影 现在总算是离开了这个城市 人们可以失去忘掉预计 奔赴新的生活了 当然这个故事的可能性 远远不止这一种 比如说在其他人 都没查到仓库的情况下 Madison将有机会 独自一人救出孩子 解决凶手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女英雄 并且把自己的故事 写成畅销书 而如果孩子们 能及时获救溺死了 那么无论Eason的解决怎样 是沉渊昭雪 美人相伴 还是深陷领悟 最后都会因为绝望而自杀 我们甚至能去协助 侦探大叔的犯罪计划 为让所有威胁到他的人死掉 再让他成功逃脱 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完美犯罪 是我们做出的选择和操作 是否失误 主角和很多配角的命运 都有可能改变 一些疑点的线索 也可能会错过 从而产生蝴蝶效应 改变未来的故事走向 这个特性把暴雨提升 成了一种新的互动体验 发生在每个角色身上的 每件坏事 都感觉像是我自己的失败 而他们的每一次胜利 也感觉像是我自己的胜利 但作为量子梦境 第一次的大制作 暴雨也并不完美 作为10年的游戏 它采用的角色移动机制 明显过时了 转动摇杆的时候 必须同时按住行走键 人物才会动 毕竟很多狭小的场景 都采用了固定视角 前接就总回到PS2上 玩季节里面的即时感 好在游戏的QTE部分 做的是超级好 并不是单纯狂按按钮 而是要结合适当的速度 并且跟手柄的体感配合 高难度下很有挑战性 尤其是激烈的打斗情节 玩的剧情像QTE 都能按得我紧张出汗 也是很惊喜了 还有就是选择的问题 游戏狗们营造了 每个行为都很重要的假象 但也许是出于 工期和成本的限制 真正会影响 调查结果的玩家行为 还是集中在游戏的中后期 前面的章节 不管你怎么玩 对调查结果的影响都不大 尤其是太原罗马这条线 前期线索就算 全部错过得无所谓 因为最后能让他 查出真凶的线索 只有夜店里面 简单的两张加油站小票 发现这一点过后 我的参与感 顿时就打了这个扣 更明显的一个问题 是剧情的缺失 据官方资料 女主角当过战地记者的背景 来自剧本的原案 但是不知道 为什么没在游戏里交代 这就导致她失眠症 和梦魇的设定 没有有利的理由支撑 更莫名其妙的是 Eason每次失忆后 手里拿的折纸 这么重要的一个疑点 最后却没有明确交代答案 只用凶手蓄意 接近过她的设定 曹操带过 这就破坏了故事的连贯性 让玩家不禁觉得 制造组的误导手段 太过刻意 不过嘛 多亏了本作叙事手法 带来的冲击性 这些剧情上的漏洞 就被缩小了不少 也属于是瑕不掩瑜了 自从10年 玩过暴雨过后 我才真正对这种 互动叙事冒险游戏 产生了兴趣 但是就算后来 玩了其他公司的同类作品 我还是觉得 量子梦境的叙事方法 是独一家的 QD系统特别细节 还跟剧情节奏无缝结合 沉浸感真的强 借我个人的观点 暴雨是游戏史上 一部很重要的作品 因为它确实把电子游戏的叙事 提升到了新的水平 影响了不少常商 也影响了量子梦境 自家后来的作品 也就是超凡双神 和格局更惊人的底特律别人 当然这两部 以后有时间的话 我也都会讲 不过今天的内容 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 我对暴雨的解读 不要忘了点赞转发 支持一下我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 讨论自己对暴雨的看法 我是莲 下次影片再见